下载 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最近林悠悠已经搞的人狗共分 使用了各种招数来逼宫上位 进入物业工作接近顾家 以第一次来威胁许方炮 为许方炮闻莫名其闹的声 用许方炮送给自己的创作贴跟顾家摊牌 接近许子言 宋叔试图告诉许子言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从而想取代顾家 从孩子下手这招真的可谓非常吃下作 尽管林悠悠机关算尽 最后还是被正宫顾家全线清退 上位失败 不禁让人想起另外两位成功上位的高段位小三 回家的诱惑中的艾里和我的下半生林林 大家都是小三 为什么林悠悠就记不如人呢 小编今天就来点评一下小三的段位 纯属小编个人评分标准和观点 如有意义 欢迎前往iTalkVBTVYouTube channel This 林悠悠 学历 大学 家境 未知 但是根据林悠悠说自己从小吃苦 还有自己掏钱住的酒店来看 应该也非大富大贵之家 外貌 端正 身材较好 性格 清纯活泼 大大咧咧男人婆 工作 游乐园的接待 小三技能 装清纯 色诱 不要脸的死缠 搬弄是非 颠倒黑白 挑拨男和老婆的关系 对小孩下手 告诉孩子爸妈要离婚了 跟孩子套近乎 想要取代亲妈的位置 吵架功力 较弱 跟顾佳正面硬刚的时候 有点怂 眼神躲避 不敢跟顾佳硬刚 就对着更怂的许凤炮输出 被顾佳教会怎么做人后 捂着脸也不敢反击 综合评价 大学刚毕业的学生 莽撞 冲动 性格急躁 当小三一个月就耐不住寂寞 想要小三上位 手段拙劣下佐 用第一次和纹身想要留住渣男 还对无辜的孩子下手 估计小三同行都不齿 小三段位 白银 爱丽 学历 法国海归 家境 从小父母双亡 被正宫品如父母收养 小康家庭 外貌 性感妖艳 工作 美容院自主创业 小三技能 色诱 睡品如的床 穿品如的衣服 对男渣父母下手 讨老人家开心 凤长线钓大鱼 先生孩子 再战斗 吵架功力 较强 主动宣战 从眼神到动作 到言语 都透露着极重的杀气 综合评价 要说小三也有真情 小三也有真爱的话 我投艾丽一票 比较这份小三情 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艾丽纠缠几年 才成功上位 并且最后还和男渣 同类于尽了 这份小三情 不堪中还透露着一分凄美 面对红世贤这样一个炸得明明白白的男人 艾丽两耳不问红世贤骂 一生一亿争上位 对于从小跟自己一起长大的品儒 杀的也是不如任何惬意 杀法果断 爆发力和持久性都算得上一流 小三段位 黄金 零零 学历 专科 家境 已婚 与前夫育有一子 小康家庭 外貌 朴素平庸 透露着些许压抑 工作 跟陈俊生同一家咨询公司的上游部门经理 小三技能 对正宫听似夸 实则骂 且标榜自己的妖言妖语 不哭不闹 实大体 煽动群众 顾情欲纵 吵架功力 中等 属于不挑事 但是也不怕事的吵架主 未想主动宣战 直到女主闺蜜让玲玲丢了工作 玲玲才找罗子军大战 且先以低姿态出场 然后开始宣示主权 在罗子军妈找上公司门闹事的时候 场面虽然尴尬 玲玲也不露怯色 跟上海妈妈大战一番 综合评价 玲玲的小三形象 颠覆的大家心目中小三形象 正如正宫所说的 她完全没有把这个 从穿着到长相都平荡无奇的淑女 放在眼里 她以为她的对手 只会是那些 娇艳欲低的年轻女孩 玲玲也并非那些娇艳的小三 但却一步步 一句句走进了陈军生的心里 看似并无正位之心 只想苟且 其实一句句在踩扁陈军生心中的老婆 然后加重自己在陈军生心中的分量 看似要低调的苟且 潇洒的退出 实则散布奸情 搞得公司人尽皆知 还将自己贴上受害人的标签 让共事的同事为自己打抱不平 讨要公道 善于制造舆论压力 带男渣束手就轻 属于半猪吃老虎的角色 小三断位 搏金 剧中往往都会为渣男出轨找个理由 家里有上的商场 下的厨房 颜值能打的顾家 徐方炮觉得老婆压不敢太强了 要出轨 品如在家遵从富得 被红士贤嫌弃黄脸婆 所以要出轨 老婆天天在家 不干家务 只花心思怎么讨好老公 怎么才能更年轻漂亮 还是会被老公嫌不赚钱 只花钱 不能分担压力而出轨 我去 这真是渣男铁了心要出轨 那怎样都会出轨 与老婆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这些电视剧里的人物都是杜撰的 但是现实生活远比电视剧来得精彩 深受英国人民爱戴的国母戴安娜王妃 最后还是将王位让给了卡米拉 奥运会冠军林丹 在妻子孕妻出轨小三赵亚期 现实生活中的渣男也并非都是多金又多情 也可能是长相老实 本本分分的人民教师或人民警察 看着现在越来越高的离婚率 小编想说 婚姻不易 换谁都一样 有问题了就尝试解决 解决不了 实在感情不合 走到离婚这步也没什么 但是在婚姻中选择逃避 甚至只是为了刺激而选择出轨 那就只有激情过后的鸡飞狗跳等着你 也可能是黄泉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